谢谢圣伟与弟兄的带领还有介绍 也谢谢敬拜祖的今天早上带领我们的敬拜 非常享受与神的时间 如果你在家中的话 好不好你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们 谢谢你们 弟兄姐妹们 祖念平安 想必大家对现在的这个关闭疫情都很 得到很多很多的消息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关闭在2019年已经开始了 在这一年多以来 这个关闭是受到很多 尤其是受到病毒感染的人 有很大的影响 怎么说呢 这群人他们就必须要隔离 在隔离的期间 我相信他们的心情是很难受的 加上肉体上的痛苦 还有心灵上的折磨 我相信他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今天呢 我们在看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特别要介绍一位 这位人物 这位人物呢 这位人物呢也是跟这些隔离者 想必他的身心灵都受到一定的折磨有关 他就是血肉的妇人 而我今天的正道主题呢 就与大家分享这位圣经的人物 血肉妇人的恩福 我特别要从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里面 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信息 其实我在八月一号 就是在这八月开头的时候呢 我有分享一个信息 就是有关锻炼我们信心的信息 当时呢我就分享了三大方面 我们可以锻炼我们的信息 信心就是第一 听到 第二 行到 第三 通过试炼来锻炼我们的信心 所以今天呢我将延续 当时我所传讲的信息 而是借着这位血肉妇人的生命呢 希望进一步加强我们 信主的人 对主的信心和依靠 好不好 这个时刻 跟我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今天求你高摩你仆人所讲的信息 求你打开听到者的心门 愿弟兄姐妹们 从血肉妇人的生命中 得着鼓励和启示 以坚定的信心 为你做见证 愿主对我们说 有如你像血肉妇人这么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让我们先来看这一段信息 那就是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讲的是 医治换血肉的女人 我们来看第四三节 有一个女人 换了十二年 请注意 她换了十二年的血肉 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所养生的 并没有一人能治好她 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好她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那四十四节 她来到耶稣的背后 摸耶稣的衣裳位置 血肉立刻就组织了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当时同行的人都说 夫子 众人拥拥挤挤挤的紧靠着你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第四十七节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战战兢兢地来 俯复在耶稣的脚前 把摸她的缘故 和怎么样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大家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 想必已经读了好多遍 那我想借着这一段经文 来看今天的信息路线图 我有三大方面 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 我要向大家介绍 雪漏的妇人 那第二方面呢 要通过雪漏妇人 她到底得到什么恩福呢 第三 从雪漏妇人的身上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启示我们什么呢 那我们就先开始 第一方面 就是雪漏妇人的介绍 有三段经文呢 其实是记载着这妇人的故事 那就是马太福音 9章18到26节 马可福音 5章21到43节 以及今天的正道经文 路加福音 8章40到56节 在这三段福音书里面 三本福音书里面呢 都有记载这个 耶稣医治雪漏妇人的故事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 这三本福音书 没有记录 这位妇人的名字 换句话说 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而这位妇人呢 她患有12年的雪漏 12年喔 12年这么久 那根据犹太的律法 雪漏呢 是一种不洁净的病 你可以在 立位记的15章 25到27节里面 你们可以去看 根据当时犹太的律法 凡是患上了 这个雪漏病的人呢 他们都是不洁净的 那你会问 什么是雪漏呢 是不是 我们女性的这个月经 你一想到 就是是不是指我们好像 女性每个月都来的月经 不是的 这个雪漏呢 不是指着女性 每个月来的月经 而是在经期以外 患了多日的雪漏 或是长期 就是她经期 长期过度的有漏症 换句话说 这位妇女 患了12年的雪漏症 而她的这个 是她经期以外 一直在受到身体上的痛苦 那根据犹太的律法呢 就是凡是碰她 或者是她所摸过的东西 都不洁净 一切她所碰过的 包括人 动物 物件 甚至是周围的 凡是任何的适合物 都不洁净 你可以想想看 她不可以碰任何人 那人又不可以靠近她 换句话说 她过着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而且呢 这不像正常人的生活 不是短短的几天而已 而是长期在这12年里面 她所承受 在身心灵方面 长期受到的折磨 而这位妇人呢 她12年来 花了不少的钱 看了不少的一生 并始终没有得医治 但是呢 她没有放弃 只要有一线希望 她都会去争取 而呢 她也会继续去寻找 治疗这个血肉病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看了第一大点 我们大概知道 这血肉妇人到底是谁 首先 她没有名字 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称呼她 我们只好叫她 血肉的妇人 那第二 她患了12年的血肉病 而这血肉病呢 不是我们所谓的月经 而是呢 除了月经之外呢 她一直连续性的 有这个多日的血肉 患成她身心灵的痛苦 而凡是接触她 或是她所碰的东西 都不捷径 我们来第二看 第二大点 那今天我们的正道主题 是血肉妇人的恩福 她到底呢 她患了这个病 她到底得了什么恩福呢 首先 她得到的第一个恩福 就是她有超越 个人利益的信心 我重复 她的第一个恩福 她得到的第一个 所谓的祝福 就是她有超越 个人利益的信心 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呢 路加作者呢 她就记录了 耶稣其实在这个 同一个经文里面呢 她记录了两个 耶稣所医治的神迹 第一个医治的神迹 就是她医治了血肉的妇人 而第二个神迹 耶稣做的就是 她把雅鲁的女儿 从死里复活 所以在同一个段经文里面 记载着这两个 医治的神迹 那血肉的妇人 大家刚才都听到 我对她的介绍 她是一个 可以说是见不得人 的一位妇人 而且呢 她有这个病呢 她也尽量不要让人家知道 不然呢 又又真的是很多人 其实是周围的人 都会回避她 而雅鲁这位人物 就是刚才我讲的 有第二个神迹 耶稣同一个经文里面 记载的 这个雅鲁这位弟兄呢 他是一个在犹太社会里面呢 享有崇高地位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吗 一个是血肉的妇人 名字没有名字 没有被记录名字 而且呢 又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 可以说是属于 比较 就是隔离的人 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雅鲁 他是处在这个 高高 享有高高地位的人 那雅鲁的名字 有被提了 在经文里面 那血肉妇人的名字 没有被提 那是不是说 他们因为他们 身份地位的悬殊 经文才没有 记录他们的 他的名字吗 我要告诉大家 不是 其实 记录这两个 医治的神迹 耶稣要带出的重点是 那个重点不在于 他们的名字 重点在于 他们两个人 都有超越 个人利益的信心 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 你有没有名字 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你对我有没有信心 而这两个人 他们有超越 个人利益的信心 怎么说呢 你想想看 这个雅鲁是一个 高高地位 有高高地位的人 他不顾他自己的身份 他不顾自己的面子 你知道怎么做吗 他看到耶稣 他俯复在地 求耶稣来救他 快要死的独生女儿 而这个血肉的妇人 他有什么信心 他的信心就是 虽然他患有血肉病 他不可以靠近人 人又不可以靠近他 但是他为了要得到 耶稣的医治 他冒险 他超越个人的生命 他冒险走入这个人群里面 摸耶稣的衣裳 求医治 耶稣基督不看待他们的身份 也不看待他们的名字 耶稣看待的是 他们对他的信心 耶稣为两人施救恩和医治 不分贫贱尊贵 男女老幼 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而是他们两个人都相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 有医治的权柄 所以耶稣医治了他们 回应了他们的祷告 在这两个人里面 除了他们有超越 个人利益的信心 你也看到这股信心 是一种非比寻常的信心 耶稣放下恐惧 对不起 妇人放下恐惧和至尊 有这股非比寻常的信心 血肉妇人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 是不被接纳的 她是被排斥的 她是被孤立的 谁都不敢去接近她 谁也不要去接近她 因为凡是接近她 被她碰到 就算是不接近 所以这位妇人 为了要见到耶稣 她要怎么做呢 她要挤进人群里面 找耶稣 但是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去到一个 很热闹的地方 你一定会碰到 多多少少会有一个 肢体上的碰触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她必须挤进人群里面 她又会碰到周围的人 而她又不可以碰他们 你想想看 如果她碰到他们 他们又知道 她是一个血肉病的人 她的生命不但有危险 她的心里也会惧怕 因为自己的生命有危险 但是妇人为了得医治 她超越她个人的利益 她放下她自己的恐惧 她走到人群中 求耶稣医治 亚鲁这位 高高在上的商人 他也放下自己的自尊 他放下自己的地位 为什么 因为他爱他的女儿 他求耶稣 来使他的独生女 从死里复活 他们两个人都豁出去了 不管自己的生命 不管自己的面子 他出信心的一步 他们的信心是非比寻常的信心 他们两人的身份 虽然截然不同 但是他们没有向困难低头 弟兄姐妹们 你看到他们的信心吗 他们两人的身份 虽然不同 一个有名字 一个没有名字 一个是血肉的妇人 一个是成功的商人 但是他们的重点 不是在于他们的身份地位 他们的重点是 他们没有向困难低头 今天你和我也有面对困难的时候 那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恐惧 有如血肉的妇人这样 放下自己的自尊 有如雅汝这样呢 唤起你自己生命里面 你也有的超越个人利益的信心 来寻求耶稣吗 在这第一个恩福里面 妇人有超越个人利益的信心 如果他有这个信心的话 他有两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就是 病得医治 对吗 他如果有这样的信心 他病会得医治 要不然他有信心 他即使走进人群里面 他也可能会被人打死 这两个都有可能性 但是妇人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子 一摸到他就得医治 他的信心超越个人的生命 他不管了 他多大的风险都不能阻挡他 你知道吗 换血肉的人 他所承受的压力 还比换麻风病的人还大 怎么说呢 因为麻风病的人 外表上你是可以看得出 一个人换了麻风病 但是血肉病 从外表上你是看不出的 那换句话说 一个看不出的病情呢 跟一个看得出的病情的人 你想想看 哪一个会得到更多的同情 换句话说 血肉富人 他也很难得到周围人的同情 他也不管这么多 他选择什么 冒出他生命的危险 挤进人群里面 他的信心不但超越个人的生命 他的信心也超越了他的言语 怎么说呢 你知道吗 当时的人 你是不可以接近周围的人 他也知道 他也不可能 当面跟主打一个招 耶稣你好 他不可能 因为他必须要避开人群 他知道摸到耶稣 他就能得医治 既然他说不出 讲不出自己的病情 他唯有选择 以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信心 什么行动呢 他的行动就是他伸出他那信心之手 摸耶稣的衣裳 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疫情当前 在我们这个举期不定 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周围的环境一直在耕动 就好像我们之前其实有开始实体崇拜会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得转上线上 那在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周日和第二个周三 我们就会开始实体的崇拜会 我们就是因着这个环境而必须做出更动 但是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受到动摇呢 我想问大家 你的信会不会救了你 就好像耶稣像血肉妇人说 女儿啊 你的信救了你 今天弟兄姐妹们 我想借这个信息问大家这个问题 你思考一下 你的信心会不会救了你 今天你的信心的程度有多少 今天你是不是像血肉妇人这样 放下你的恐惧 放下你的无奈 有超越你个人生命和言语上的信心吗 还是你要像亚鲁将放下自己的自尊 放下自己的面子和身份 来到耶稣面前 有超越个人利益的信心呢 我祷告就是 愿主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血肉妇人的第一个恩福是什么 他的第一个恩福就是 他有超越个人利益的信心 这个我们要向他学习 第二个 他有另外一个恩福 就是他有可慕主的心 他有可慕主的心 我们都知道 妇人 她是患上血肉病 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八节里面 主怎么样称赞妇人 他说 女儿啊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你有没有看到 耶稣很亲切的来跟这位妇人讲 他说 女儿啊 他有一个很亲密的称呼 今天我想问大家 女儿啊 儿子啊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血肉妇人呢 他在拥挤的人群中 他要摸耶稣 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当时的情况 你可以想象到 当时要碰耶稣的人 我看不只是血肉妇人 对吗 因为周围都是人群 或许有一些人呢 他们要碰耶稣是 对耶稣好奇咯 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 他神的儿子 好奇心 要去碰耶稣 那有一些人要碰触耶稣呢 是不小心的 因为人群挤嘛 就不小心碰到耶稣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分别 什么分别呢 拥挤 只是 众人热情的行动 因为他们对耶稣好奇 他们 哇 很热情啊 对 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是拥挤的一个 行动 但是 有另外一个行动 不一样的就是 摸着 摸着其实是 需要用信心的手 去碰耶稣 妇人呢 她有一颗 渴慕耶稣的心 她为了要走出 12年的孤单和痛苦 想起来 好像似乎有点自私 对不对 哇 她为了要得医治 而想得到耶稣的医治 其实如果你在看另外一方面 当然 她很想得到医治 为什么 12年呢 想必你们当中 谁要患12年的病 没有人要 对吗 她却患了12年 而且 这个12年 不是有家人陪伴在她身边 她真的是 孤苦伶仃 一个人 过着 就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换句话说 她的身心灵 是受到极大的痛苦 所以很理解 为什么 她很渴慕 要得到医治 那我在想 她患病的时候 她或许是一个 美丽的少女 又或者是一个 已婚的妈妈 我们不知道 但是她患病之后 她的生命就 做了180度的转变 怎么样的转变呢 她被社会排斥 人刻意地躲避她 每个人都用那种 异样的眼光 看着她 她又同时 不能够家人相处 不可以跟朋友见面 又不可以 跟朋友一起去喝咖啡 聊天 什么的 都不可以 你想想看 她的生命有多孤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看没有人 要过这样的生活 因为真的是很痛苦 很自卑 耶稣 他知道 妇人的需要 其实你知道吗 在人群中 耶稣知道 虽然很多人挤着他 他不是问这个问题的吗 摸我的 是谁 其实你说耶稣知不知道摸他的人是谁 耶稣是知道的 而耶稣为什么这么问呢 耶稣是刻意去问 谁摸了他 因为他要这位妇人 勇敢地站出来 为他做见证 所以耶稣刻意问这个问题 摸我的是谁 因为他要妇人勇敢地站出来 为主做见证 即便耶稣依了他 妇人都不敢站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 为什么妇人不敢站出来呢 因为妇人想到 若 我都这么久隔离这么多人了 所以他的心情那种 你明白吗 12年 躲在一个角落 不敢接触人 所以他不敢出来见证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怕没有人相信他 已经痊愈了 或者是每个人都可能就 他可能害怕 因为怕人家用那种 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其实耶稣 要他出来做见证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要人家看到 他已经得到医治 因为如果他没有出来做见证 他到处跟人家讲 我得到医治了 我得到医治了 没有人会相信他 他已痊愈 而继续与他隔离 我认为妇人要站出来做见证 的确是有些挣扎 毕竟她已躲避人群12年了 但是妇人很可目主的心 使耶稣看顾她的需要 帮助她回归正常的生活 第二方面 我们看到的是 血肉妇人的恩福 第一个恩福是什么呢 他有超越个人利益的信心 第二个恩福就是 他有可目主的心 我们来看第三方面 我们来看血肉妇人的启示 从血肉妇人的生命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从血肉妇人的生命中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点 投影的 就是要可目摸着耶稣 可目摸着耶稣 我们从妇人的生命中 我们看到他的信心 但是今天我要把 我们就不要讲信心这方面 因为我们其实在 八月头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今天我要把 另外一个新 就是讲出 妇人生命里面 所得到的启示 那就是可目 去摸着耶稣 妇人呢 她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什么心态呢 她的正确的心态是 可目 她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摸着主 我再重复 妇人呢 她有正确的心态 她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她也有一个正确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摸着主 她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什么目标呢 她触摸着主 换句话说 妇人呢 她其实呢 都是很可目 去摸着耶稣 那我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去教会 我们去小组 我们去做舍幕 我们在各事宫里面服侍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大家想想看 我们去教会 我们去小组 我们去做舍幕 我们去祝福人 我们去做善行 我们去在事宫里面服侍 目标是什么 想必你有答案 答案就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敬拜神 祝福人 我们来教会 我们来去小组 我们做舍幕 我们来服侍 主要的目标是 借着这些平台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也借着这些平台 我们能够去祝福人 但是呢 我在这里呢 我要再加强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似乎呢 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心态和目标 什么重要的心态和目标呢 那就是渴慕 摸着主 我们很多人 很多时候都在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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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们认同我讲的话 包括我在内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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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心 有没有去渴慕 敬拜神呢 我们的心有没有渴慕 去祝福人呢 在这里我要讲一句 我们每次去教会 无论是牧师 无论是组长 无论是你的事工领袖 推动你去教会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去教会 要得恩福 或者是去教会 给牧师 组长 还有我的事工领袖面子 也不是闲在家 没事做 去教会打发时间 没有东西做吗 我就去教会 还是我去教会 是因为我要为我的信仰打分 我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加分 其实我再次要提醒大家 我们无论是去教会 去小组 做服事 做任何的事工 我们要 其实是 在属灵的群体里面 为什么我们一直推动你们来教会 是希望在属灵的群体里面 借着敬拜 借着祷告 圣参奉献 听道和服事 渴慕摸着主 就像血肉妇人这样 我们是否渴慕去摸着主 而得着能力呢 还是我们像那群 拥挤在臭热闹的人群中 我们就像他们这样 来臭热闹呢 你是哪一个人 渴慕主的人 还是臭热闹的人呢 今天若我们没有渴慕的心 主的能力 怎么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出呢 我们的生命怎么会有影响力呢 耶稣 他关心妇人的生命 他愿意为妇人停下脚步 耶稣关心的 不是妇人十二年的血肉 并不是的 耶稣关心的是 他十二年里面 受人隔离 隔绝 孤立的生活 耶稣看到的是 他十二年里面 他心灵的痛苦 你知道吗 当主停下他的脚步 他这一停 就转变了血肉妇人的生命 在经文里面 耶稣没有向他说 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你走吧 耶稣没有这么说 耶稣而是亲切地说 女儿啊 你的性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借着这妇人的生命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去找主 而是他停下来找我们 我再重复 弟兄姐妹们 很多时候 不是你去找主 很多时候是他停下 他的脚步来找我们 直到今天 耶稣仍在拥挤的人群中 寻找你 愿意停下 他的脚步 寻找可目 寻找他的人 今天 耶稣愿意 停下他的脚步 来找你 找我 你愿意停下 你的脚步吗 我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生活的忙碌 和各样的诱惑 已经使我们很多 包括基督徒在内 很多 就是很资深的基督徒也是 常常把神 抛在脑后 没有时间摸着主 不要大家认同我讲的话 这个血肉 这个就是我们的血肉病 这个血肉病 让我们很多时候 虽然拥挤在主的周围 我们都在主的周围 但是我们却不再可目 去摸着他 有如血肉妇人这样 或许我们就像那些 拥挤在耶稣周围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应当像妇人这样 可目去摸着主 可目认识他的话语 可目更深地敬拜他 今天耶稣已停下脚步 等候你 你停下你的脚步吗 弟兄姐妹们 这个血肉的妇人 她的故事 其实我们这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课 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活在这个动荡不安 举棋不定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信心 会不会救了我们 我们会不会像妇人这样 无论有多大的风险 都愿意挤进人群 可目摸着耶稣 你知道在这一年半里面 教会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都做不了 包括实体的一些活动 一些好像营会等等 我们都办不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只要疫情缓解 只要我们有机会 教会的领导层就立刻重开 恢复实体的崇拜会 尽量安排一些活动 来让弟兄姐妹们参与 因为我们需要集体的聚集在一起 这个也是圣经所教导的 所以很多时候举办的活动 尤其是在这个当前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珍惜 我们中文堂将会在9月18号 主办这个经历神特会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经历神特会 我们往常都是尽量 在每一年可以的话就进行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这一年半里面 我们营会也去不了 然后实体的祷告会也不能进行 实体的装备课程也不能进行 包括实体的小组 小组也不能够 有些小组是在教会进行 有些是在家庭进行的 都不能进行 所以一旦有疫情比较缓慢的时候 这些机会我们更加要争取 更加的要珍惜 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个人觉得 只要有机会 你可慕神吗 今天有这个平台 无论是通过崇拜会 在敬拜中 在祷告中 在听道中 或者是借着各样的活动 包括我们在9月18号 要主办的这个经历神特会 大家珍惜这个机会 来到实体聚集 在当中一起渴慕 摸着主耶稣 我们来教会 来实体 不是因为加分的问题 也不是给彼此面子的问题 不是的 我们来教会是因为为什么 我们爱神 我们渴慕敬拜他 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 教导我们什么 要聚集在一起 不要放弃聚会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放弃聚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鼓励大家 无论是崇拜会 在9月份开始的实体崇拜会 或者是在9月18号 我们主办的经历神特会 你就来报名注册 来参加 能够实体 就多多的实体 直到如果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怎么样 直到到时有什么变动 我们才一步一步地走 但是我鼓励大家 我们真的要在这个 时代里面 渴慕摸着主 我来到总结 我想请金拜祖 可以帮我玩一些 就是给我提供一个音乐 谢谢 雪露妇人 她是凭信心去摸着耶稣 雪露妇人 她将12年的痛苦 今天你是不是生病了12年 还是你生病了一段日子 我要告诉你们 耶稣把雪露妇人的12年的痛苦 转为喜乐 耶稣问妇人 谁摸我的衣裳 她其实是问众人 她都知道妇人是摸着她的人 因着这个缘故 耶稣的停下来 见证她在雪露妇人身上 所行的医治和恩典 她也是激励我们 在这个时期 要坚定我们信心的好榜样 所以雪露妇人的生命里面 不只是启示我们信心的道路 最重要的就是 她启示我们 我们要有渴慕主的心 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 弟兄姐妹们 我想必你也经历了 神的医治和恩典 我今天要问你们 这两道问题 第一道问题 你愿意为主 见证她的作为吗 你愿意为主 见证她的作为吗 雪露妇人的故事 点醒了我们 耶稣关心我们 愿意为我们停下来 今天我相信 耶稣也愿意为你停下来 而你愿意 也停下你的脚步 为主 做见证吗 我们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当我们去做外展的时候 也求主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 让我们以愿意的心 出去祝福社群 为主做见证 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 你愿意停下你的脚步 来亲近神吗 你愿意停下你的脚步 来亲近神吗 刚才金拜祖 祂有唱一首诗歌 能不能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 你的同在里 能不能让我留在 你的同在里 渴慕你呢 我相信 这个是神要看到我们 做基督徒 亲近祂的一个心 今天愿主帮助我们 不要做拥挤臭热闹的人 而是做摸着主的信徒 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以这段经文 诗篇四十二 一到第二节 这里说 我祷告就是 愿这段经文 能够作为你今天 降伏于神的一个祷告 就说神啊 我的心且目你 如露且目 吸水 我的心 可想你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 我几时 得 朝见你呢 愿主 今天来医治你 和他的关系 愿耶稣今天向你说 你的信 救了你 平平安安 回去吧 让我这个时刻 要请大家先低头 我们来 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如果你 方便的话 请你站立 在你的家中 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们今天 要把 所听的信息 求神帮助我们 在祂的话语里面 回应祂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 我们的心 且目你 如露 且目 吸水 我们的心 可想你 就是永生神 我们几时 得朝见你呢 神啊 血肉妇人 是激励我们 坚定我们 信心的好榜样 我们要向祂看齐 我们要学习祂 信心的态度 愿意为你做见证 耶稣你关心我们 你愿意为我们停下 你的脚步 很多时候 我们的忙碌 和各样的诱惑 使我们没有停下来 而忽略了我们 跟祢的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做拥挤 臭热闹的人 而是做摸着主的人 主啊 我们要渴慕祢 我们要求祢 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 来摸着耶稣的衣裳 无论是身体的病痛 心灵的创伤 今天耶稣 我们凭信心 伸出这个信心之手 摸着祢的衣裳 我们要在祷告读经 在赞美敬拜 在服事里面 在祝福社区里面 我们要渴慕祢的同在 仰望祢的降临 所以求主 让我们成为一股 有那股信心的力量 来更加的渴慕祢 愿我们在一日 能听到祢说 女儿啊 儿子啊 祢的信 救了祢 平平安安 回去吧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神祝福你们 祢的信心 祢的信心